Computex will finally return to the showground after a two-year break 是的 睽違两年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重回实体展 24号到27号盛大展开 近年来各国企业面临多变的震惊环境 如何建立数位任性在新常态稳健成长 企业家们在展前全球记者会上滔滔不绝 每个社会必须建立科技术的力量 每个社会必须成为更快的科技 他们必须要 Seg竟基约技术的技术 技术码流程 统基因技术的技术 编乱的技术技术非常具体巧封 企业能量为福建的技术 因为疫情很像被炸异才 由于企业建立科技 我们有更多的机制 ware购乔汉 v skilled for market change we will become a platform provider than a device provider one advice I would like to offer is to embrace and trust the open community so let's take automotive industry as an example to enable the next level of innovation the automotive supply chain has to be more open 台达电也强化数位任性 事先拟定B计划 C计划 以应对全球性的突发事件 而身为台北市电脑工会理事长的 友达董事长彭双浪强调 台湾是可信赖可靠的供应链伙伴 今年Computex聚焦数位任性 开创预算等六大主题 吸引国内外近400家厂商参展 使用1000个摊位 而同步推出的线上展 吸引超过70国5000名国内外专业参观者 预登观展 还将举办一对一洽谈会 在全球逐步走上解封复苏的过程当中 Computex能够尽快回到实体的展览 它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今年的商机虽然不能跟2019年来相提并论 可是我觉得还是会给业者 很好的一个收获 而今年的CEO Keynote 才线上举行 超委董事长苏兹峰 恩质朴总裁Kurt Severs 与美光美超委高层将相继发表演说 新唐人亚特电视成为魔罩听语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